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回来我的Maya 你看现在我的萤幕已经是非常漂亮美美了对不对 可是外面很多人都讲说 你给我的萤幕大家都会讲说是Original Original很重要是怎样分Original的screen 其实这个问得好 其实很多电话店你去问你的iPhone 现在最流行就是iPhone 6T爆镜 iPhone 6T爆镜它不像iPhone 5 iPhone 5你可以用随便 不是研装还是接近研装 装上去都不是问题 因为iPhone 5是平面 iPhone 6它是 curved screen 如果要看是研装还是不是研装的screen 很简单的东西 如果你去那个商店它拿了screen 看这两个方法 这个是100%Original Apple的screen 这个是the party的screen 所以怎样子看 两个都是白色 但是如果你看清楚 这个是很白的 这个会黄的 因为Apple的东西是 你放10年它都会黄 它都会黄 OK so 第二个 Other than color 你要看是不是研装 其实还有一个方式就是 你穿上来 研装screen就是 它是从 supplier来整片来的 就是说你在它的那个frame 你摇它 你看这个 它是这个 你看 是稳的 OK 因为它是整片来 这种是它们 recycle from那些包进 换那层玻璃 再帮glue 就变这样子的玻璃了 嗯 OK 所以还有一个最容易的 如果你不要这么麻烦 很简单 研装Apple的screen是 有那个 Olorophobic coating 的 它有一层的那个水 OK OK 哦 看到了那 effect 过后我这边 我可以enjoy all each other 哦 它的水不会散开啦 对啊 你看它变成立了 这个像original 那个Apple的screen 这个你看我一拉下来 它就粘着好不好 哦 哦 啊 但是 这个是那个different 可是在外 在外面买 在外面买的时候 我们没有办法 就把它拿过来 等一下我喷水 这样不行的嘛 啊对 还有一个东西就是 最后一个东西就是 它一帮你装上去的时候 如果研装的screen 它们是 平平的 就是说 你摸它气是很舒服的 如果不是研装 你装上去的时候 你会觉得那个screen 有一个gap 就是它会有这样子的东西 浮起来 对 有动你的食指架 可以搁在里面 啊 因为它们是 放glue 来粘那个frame 但是原本的食物是 它是进入一整套的 一整套 这是它 它不会摇的 嗯 嗯 这样 会分辨真假的 那一个萤幕之后呢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 就是刚才老板 他在 上一节节目的时候提了 可以贴那个什么 萤幕保护贴啊 screen protector 萤幕保护贴到处都是啊 你有一张十仙的 有一张五十仙的 也有一张好几十块 甚至上百块的 怎样挑呢老板 如果讲Temper Glass 这个是说Temper Glass 就是说以前我们的手机 每次去电话店链 全部是Plastite 就是说这个一贴上去 过后你用差不多一个月两个月 你丢在 因为你还只是丢手机在包包里面 所以会花 所以一花的时候你就要 换那个Protector's Grid 每个月两个礼拜换一次 还是一个月换一次 但是如果Temper Glass 你装上去的时候 其实不需要每个礼拜换 这个最少 如果你买好的Temper Glass 它最少可以带到你真的是 卖的那个手机 还是用的那个手机 最少一年两年 对 对 就是 你讲什么 Temper Glass Temper Glass 就是它是玻璃的 所以就是比较厚 对 你看这个是Plastite 然后这个是一般我们用的塑胶的 它就是比较好 比较薄 可是厚跟薄的差别而已 还不是一样刮不坏 不一样 不一样吗 你看我帮你贴一贴啊 OK OK 这个就这么简单来装了 哦 它自己粘的了 哇 你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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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波纹 你看 哦 啊 所以你装了这个东西 你看啊 你可以试试下 我们拿 刀片啊 OK OK 我们来割这个 哦 OK 你看这个 你试看 我不敢 你可以试看 割电话诶 嗯 可以用那些割 没有问题的 哦 有 有 可是没有 可是没有这样严重啦 对 如果我是这样割的话啦 相比咯 相比这个 你看 对 哦 我知道你要讲它的那个保险度就比较大咯 对 OK 如果这个 没有这么容易爆 如果 因为你 因为这个 因为这个就是3H 的那个 保护 你一跌在地下 通常它保护不到你的手机 一定爆 但是你有这个Temper Glass at least它会只有你的 手机 70% 哦 对 可是这样也只有前面而已啊 对 只有这边被保护而已啊 那我说是后面呢 后面这样啪 怎么办 如果 iPhone 6 因为它是轻视 所以它的Temper Glass是做不到 full coverage的 哦 所以如果要解决这个问题很简单 你前面贴一个Temper Glass 后面你就买一个Case 很像我用这样子 就是说它是整个用Rubble的材料 过后它是Fully Covered 那个Edges 过后记得要买的时候要高过那个Screen 高过Screen 什么意思 就是说你跌的时候它打不到那个 这样 对 就是高过那个Screen 哦 这边要 要有一块是 好像这样高起来 然后才是Screen 对 过后你看啊 这个我一骂一骂 亮亮了 嗯 但是这种直的就是 灰 对 它永远就在那边了 嗯哼哼哼哼 太神奇了 讲真的啦 除了说我们自己的手 不小心这样丢下去啊 其实像我的孩子啊 他到了好奇的时候 都会选我们 学我们讲电话嘛 这样拿着 哇哇哇哇哇 可是小朋友一不小心 就会这样摔的电话 又不能怪他们哦 现在是爱的教育 是不是 所以呢 我们只有帮自己的电话 做好保护了 好 贴了这样子的玻璃镜子 然后要加上 有保护能力的那一个保护壳 这样应该就万无一失了 还会有什么 在电话上面 会需要学的知识呢 手听我的Maya 带我回来 1FM Always Online 2FM 2FM 3FM 4FM 4FM 5FM 5FM 4FM 5FM 5FM 6FM